林航景偷偷生下了一个男孩,取名萧南龟,将孩子养得稍微大一点后,便送到了国外与林副林木在一起。 此时的萧北城还在前线奋勇杀敌,新北城这一战注定失败,但是萧北城作为总司令也只能强称着稳定军金。 为了护住北新城和身后的林航景,萧北城毅然居然的赴死,加上萧海山在返回北新的路上遭遇不测,这让整个萧家上上下下人心涣散。 此时的政风集正涉局限海萧北城,好在萧北城提前有准备,才及时躲过一劫。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问了彻底击垮萧北城,日本人以萧淑仪的性命来去要挟徐子俊,让他背叛萧北城,将萧北城的每一步举动都传递出去。 可身为一个军人,加上两人十几年的兄弟情义,徐子俊是绝不会背叛萧北城的。 但眼下当务之急救下萧淑仪,他只好假意答应日本人的要求,便在萧北城的酒里下了药。 但是在一将自己的计划全盘告知了萧北城,便给他提前服下了解酒的药。 可没想到干净时刻,日本人却出尔反尔,要求徐子俊亲手杀了萧北城和萧淑仪,也证明他的真心。 可如今深境虎口,这几人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。 最终徐子俊让萧北城带着萧淑仪离开了这里,而自己身上绑满了炸药与日本人同归于尽。 其实萧淑仪早就对徐子俊情更深重,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发现而已。 最终醒悟的时候也早以为是太晚,这件事加速了萧北城攻打日本人的决心。 最终萧北城战死沙产的消息传到了林航警的耳中,可林航警相信萧北城一定没死,并且一定会回来找他。 他们的儿子萧北城还没有见过,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死的。 最终萧北城被叫疼的一位外国医生救了下来,在某种的他反复叫着林航警的名字。 在经历重重困难之后,萧北城终于醒了过来,但是却依旧伤势严重,根本无法下地行走。 三年后,已经完全康复的萧北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国外,看到儿子向南归后,两人所有的仇恨也终于冰势前前。